我们住进来18年了 64岁的张小姐 一个人住在三十平的社区大楼 为了老年生活提早着手准备 房子又不能吃 可是她要需要住 离开了她去哪里 人没有钱就是会不安心 摆脱房子富豪 现金穷人 张小姐选择了以防养老 把在台北市的房子抵押给银行 进行贷款换取经济自由 去小旅行一下 是不错的 比基本生活要好很多 大部分人的老年人都希望能够再宅老化 相对来讲节省政府的负担 其实以防养老2015年11月 有合库最先推出 土银 台气银等共12家银行陆续开办 因为自由力很高 因为房间很贵的情况下 以防养老的房子 转换成现金的情况下 你会得到比较多的零用金 根据经管会的统计 截至今年3月 总共核贷案件2425件 金额大约130亿新台币 又以北北基为最大宗 那有些父母亲他不愿意向他的子女 来申索拿这个生活费 或者是说有些子女他没办法负担 各家申办门槛不一 土银需年满63岁 未满65岁贷款期间一律30年 再以台气银为例 要申办的首要条件必须满60岁 最高核贷成数大约7成 房子差不多价值2000万元 贷款期间就20年这样 4万8千块左右 那如果他经过了10年 那这个长者不幸的往生了以后 剩下这10年 仍然是由他的身部收益点来领取 台湾正式进入高龄化社会 每7个人就有一个人超过65岁 9年后迈入超高龄社会 你准备好了吗 东森财经新闻长平杨昭台北报道